西班牙執政的社會主義政黨看上來將會贏得四年來的第三次選舉 從已經統計的超過70%的選票來看 由總理桑設施領導的社會主義黨 預計是會贏得西班牙代表大會350席當中的123席 西班牙內政部表示大約75%的合格選民是在星期日投了票 這次西班牙選舉的參選政黨好多,選民投票率也好高 這次選舉是由社會主義黨對陣四個其他主要黨派 包括一個極右翼的政黨 該黨是出現於歐洲各地極右翼運動的一個分支